赚钱没格局问时主要于各位老们好 我是资本代表久威特 提起商业巨头资本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互联网企业 什么BAT垄断啊 拼多多套路啊 小货占400亿市值啊 搞得好像全中国都是互联网企业的天下了 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的话 只能说不定你格局小了 互联网企业们确实做到了 对普通人生活无微不至的关照 但这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 咱们建国70多年了 改革开放也都已经40多年了 这其中涌现了大量企业 而互联网企业在这其中不过是冰山一角 我会尝试用几期视频 去向大家介绍那些非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企业 让大家对于商业社会有个更全面的认知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企业 就是国企华润 一期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有印象 有人吃过华润五蜂的猪肉 有人喝过华润遗宝 有人去过华润玩家超市 还有人住在华润的楼里 而雪姬之前也讲过华润雪花啤酒 中国跨领域经营的央企集团有很多 其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华润集团 还有保利集团 招商局集团和中信集团 其中保利集团是中国极少合法的军火贸易商 主导了很多中国和美俄之间的军火交易 董事长贺平的妻子是邓小平的女儿邓荣 招商局集团的前身是李鸿章发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 中信集团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人和国务院联合成立的企业 荣氏也是国内极少的家族式财团 1999年在第一届胡润百步榜上排名第一的就是荣毅人老先生 当时他的身家是80多亿人民币 这三家的创始人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那么华润的创始人大家猜猜是做什么的 如果你再往上搜华润创始人这个问题 第一条给出的答案一般都是这个 不知道这两位是谁的建议早日同开了 华润是抗战时期 我党在香港设立的交通站 后来吸收了广大华航五峰航成立了华润 华字代表中国 润则代表润之 也就是毛主席的字 华润原本是中国对外商贸的总代理 只负责盖章收钱 盖一个章2%的提成 不用管产品和仓储 1992年 华润借可永达力成功上市 2000年 王石联合万科管理层 挤掉了原本的第一大股东 让华润集团和华润之地 拿到了总计10.82%的股份 成为了万科的新大股东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华润把自己的业务和投资 全部转向了国内 最终变成了现在的华润集团 那现在的华润集团到底有多大呢 目前 华润集团一共有13家上市公司 港股上市的有8家 A股上市有5家 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超过1万亿港元 这个市值规模 相比于港股5万亿市值的阿里 和6万亿市值的腾讯来说 确实小了很多 但从业务规模上相比 华润可要比它俩大多了 对比一下华润 阿里 腾讯的年收入和适应率 2020年 华润集团的总营收是6861亿人民币 阿里则是5500亿人民币 腾讯是4820亿人民币 而三家的市盈率则分别是16.9 25.32和26.29 三家的营收规模其实差不多 但华润的市盈率确实低了点 就是因为华润的业务比较传统 而且市场给的PE不如互来往企业高 华润的业务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包括消费 地产 健康医疗 能源 和金融科技 其中 消费业务旗下 拥有华润雪花 雪花啤酒 喜利啤酒等 华润医保 医保矿泉水 午后奶茶等 太平昂咖啡 华润万家超市 苏果 乐购 最近 华润万家还传出了即将在港股上市的消息 据说要募资20亿美元 还有最近这个网红奶 欧麦力 你们都喝了吧 这是一个瑞典品牌 已经推出就备受欧美追考 最近还刚刚获得了 由黑石集团牵头的明星投资团2亿美元的投资 投资团阵容十分豪华 包括青马克的前CEO 华德·舒尔茨 著名的主持人欧普拉 演员纳塔利·波特曼 还有知名说唱歌手JZ 而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也是华润 华润投资参股的消费公司 更是不计其数 说完的消费 再说说地产 华润地产业务主要来自华润日地 其中包括岳府 橡树湾 凤凰会 24城 万象城 万象天地 广等 另外还有一些地产周边行业 例如华润水泥 华润物业等 健康医疗业务 包括华润医药 里面有三九 江中 冬鹅鹅胶 双克制药 华润健康和华润医疗 其中 华润医疗旗下 在中国拥有私立专科医院48家 公立医院113家 能源业务 包括华润电力和华润燃气 金融科技业务 包括华润银行 华润信托 华润资本 华润微电子 华润化学材料 华润环保 和华润生命科学 华润用了20年时间 把自己的业务 夸到了地产 超市 啤酒 纺织 电力 微电子 水泥 燃气 化工 医药 纯净水 等等领域 而其总资产 也从2000万美元 变成了2020年的 18300亿人民币 可以说 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有华润的影子 华润从一家外贸公司 变成一家体量 这么大的实业企业 中间经历的过程 非常复杂 下面我就挑几个 关键业务的发展过程 给大家讲讲 去年 雪姬做了一期 有关中国啤酒的视频 没看过的老板们 可以去看看 在那期视频里 雪姬讲了 华润雪花 两笔特别关键的交易 这两笔交易 不仅保住了 雪花啤酒是央企控股 还额外赚了200亿人民币 顺手把市值也翻了三倍 而华润啤酒的前身 就是华润的 第一家上市公司 华润创业 华润还有一个 比较主要的业务 就是医药 也是从2000年开始 华润疯狂扩大 自己的医药业务 在三年时间里 接触了东北制药集团 山东鲁炕 上海医药 华北制药等 十多家医药集团 计划设立合资公司 或者控股 但却最终都没有实现 找来找去 找到了东哥哥交 董事长刘维志 当时 东哥哥交处在一个 有特色 有潜力 但是缺钱缺销路的 不到三亿人民币的价格 就实现了 对这家企业的控股 华润在医药方面的 胃口很大 一个东哥哥交 肯定是不够的 2003年 赵新鲜一手 拉扯大的三九集团 遭遇了债务危机 赵新鲜原本想对 国资委逼宫 让政府掏钱拯救 可惜人算不是天算 赵新鲜和他的下属贪腐 向境外转移资产的事情 在逼宫之后败露 副总猝死 赵新鲜入狱 而留下的三九集团 成了华润 进居医药领域的 又一个目标 2007年 在国资委的协调下 华润成立了 新三九控股 接收了三九集团的 全部股份和债务 2008年 华润医药向新三九 注资30亿人民币 解决了三九集团的债务 并且拿到了公司的资产 其实不只是 东欧厄交和三九 华润医药 几乎所有的 支柱性资产 都是靠股权收购 和重组得到的 江中集团是华润集团 和江西国资委 签订协议后 以42亿人民币的价格 拿到了江中集团 51%的股份 不只是医药 华润的能源业务 很多也是靠合资 和买买买 才迅速做大的 华润电力的第一个项目 是和地方合作的 鹏城电厂 后来在宋林的支持下 华润电力收购了很多 美国和日本 在中国的电力项目 从华润电力成立开始 宋林一直都是 这家分公司的董事长 华润电力 在他的掌管下 确实越多越大 但是在一把手的位置上 做久了 就很容易有歪念头 2009年 华润电力并购了 山西明老板张金明的 金业集团 出价93亿人民币 但这家百亿收购的 矿业公司 真实资产只有十几亿 其中涉及到各种 暗箱交易 最终把宋林送了进去 华润地产业务的发展 更是曲折 收购乙保的1996年 华润还完成了 一大项并购 就是收购了 国资龙头地产企业 华润地产70%的股份 华润以华润为基础 成立了华润之地 成功上市 上市之后 华润集团的一把手 宁高宁 绝对还不够 想要成为万科的大股东 这是把万科和华润 整合在一起 让华润的地产业务 可以南北通知 万科的创始人王石 很早以前就计划 把地产作为万科 唯一的核心业务 所以把很多周边业务 都卖掉了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 以保以及万家超市 当然在王石的计划里 不只是卖掉边缘业务 这么简单 还想另找大股东 原因就是 原大股东 申特发给的限制太多 想种点钱都很费劲 但是王石一直有一个底线 就是万科的控股方 必须得是国资 这也是后来 保万之争的导火索 1997年的时候 华润曾经找到过申特发 想要收购后者手里的万科股份 但申特发在正式 宣布交易前后悔了 2000年 第二次收购的时候 才在王石和万科董事会的 下完成了股份收购 可惜 华润董事长宁高宁 为了收购万科 开出了非常多 有利于万科的条件 包括华远可以不出北京 万科可以进北京 以及万科控股华润之业 华润之业控股华远 而这些条件 是华润高层不能接受的 最终导致了华润高层 卖掉股份收回品牌 成立了一个新华远 但是宁高宁 在完成收购后的没几年 就调到了其他国企当董事长 在走之前 也没有完成 对万科的财务并表 这导致这笔野心勃勃的收购 最后变成了纯粹的财务投资 后来 新任的华润一把手 傅玉宁和王石并没有什么交情 万科又赶上了保安之争 华润顺势就把股份 卖给了申铁集团 而王石也出局了 现在的华润之地 年营收接近1500亿人民币 而以上这些 也只是央起华润 在扩张路上的一点点故事 讲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问了 那华润是不是隐涉嫌垄断 其实 华润虽然是央起 但他的大多数业务 都不能算是完全掌控了某个行业 比如说 你不喝雪花 还可以喝青岛 还可以喝燕京 不住华润的房子 还有万科的房子 还有恒大的房子 单说这一点 华润就没有办法和李嘉诚相比 在香港 天然气水 电力 港口零售业 房产 几乎每一个都离不开李嘉的产业 什么叫垄断 这才叫垄断 BAT都得靠边站 当然 央起有央起的优势 同时 央起和国起 也是支撑国家经济民生的关键 我们应该更理性的 看待他们的存在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不错 就动动小手 投币 点赞 收藏 一键三连吧 我是九威特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款零食 冻干草莓 又赔啦 嘿 现在枪仔回回各位粉丝 在我们的小店 下单购买两罐 冻干冰糖葫芦 就送原价18元的冻干草莓一份 明明卖18块钱 为什么要送呢 因为九威特 在和工厂沟通的过程中 出了问题 导致第一批出厂的冻干草莓 个头大小不一 非常影响观感 不过有一说一 口感还是超棒的 就是样子丑了点 吃过的 没有敢说不好的 但是呢 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消费体验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 第一批冻干草莓 将以赠品的方式 送给下单的各位 我们实在不舍得销毁 本着不能浪费粮食的角度 我们也不能销毁 不过这么一送 基本上送掉了我们之前 糖葫芦所有的利润 干 越卖越赔 从现在开始 买两罐冻干冰糖葫芦 就送一袋 原价18块钱的冻干草莓 数量有限 送完为止 我怕你们不来 薄九菲特的羊毛 雪姬我还额外加送限量周边哦 而且现在进店 还有三元的优惠券可以领哦 淘宝搜索饥饿计划 或者点击下方的链接 购买吧 哼 又是好穷的一天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